農曆春節過後 垃圾爆量 堆積將近8公噸的垃圾還沒處理 加上近期氣溫回升 吹起東北季風 每輪地區的住戶就反映 在家就能聞到垃圾味 引起民怨 而縣府現在也已經加強清運焚燒 對於臭味則會加強清潔消毒 穿起上玩的垃圾堆積成山圓圓的看 就像是被平金字塔 隔著螢幕彷彿也能聞到濃濃醋味 花蓮每輪垃圾爆量堆滿眼埋場 惡臭飄近附近住家住戶多也躲不掉 這裡一共堆製了78000多噸的垃圾 其中4萬公噸已經打爆 另外37000多噸則堆在一旁 而且就是臭味的主要來源 而且每天還會產生60噸左右的垃圾 春節期間更是增加到80噸的垃圾 文化炉根本無法消化 不見反正 多燒5天30噸 一個月多燒1000噸 一年才多燒12000噸 所以要兩年才有辦法消化 兩年之後才有可能去動倒 消消化這巨量的垃圾 居然要耗時兩年以上去年底 花蓮縣府委託台年新建再生資源 利用中心企劃爐 之後花蓮縣的垃圾就不需要仰賴外縣 原本是一大福音 但最近氣溫回升 再加上東北季風 把垃圾輔吹為吹進民宅引發民怨 暴露垃圾在外面產生臭味的這個部分呢 垃圾只要攪動就會產生其他的臭味 這個是無法抗拒的 意味的部分就是我們每天會看風向 調整那個時間 還有就是他們那個清潔 消毒清潔的那個消毒水要同步來噴灑 環保局強調垃圾產生量年年增加三成實在難以消化 不過這也不能成為民眾生活在垃圾惡仇尾的底 記者徐立芹花點總報導